8月2日,萌探探案更新了新一期的节目预告 单的词条是《萌探》这一期讲流量塌方 不得不说,萌探这一次真的掌握了流量密码,玩得很大 一支预告全是精华 闲银梗内涵了当下的娱乐圈明星现状 萌探这一期的剧本设定是说 一按摩团队只有冲到热榜1 才能获得进京面胜的机会保护武林 为了上热文榜,萌探的成员 萌探,玛丽,杨迪,华晨宇等人也是无所不用其机 说的话都是我们在娱乐新闻里经常能看见的句式 萌探里面的台词几乎都是看多娱乐新闻的网友们眼熟的话 很多网友看过预告后都说很期待正片 有人说,要说勇,谁能勇过萌探 管你是哪路他方明星,分分钟就内涵你 这个综艺太上头了,都给我追 萌探到底内涵了哪些人 就看网友如何将明星对号入座了 8月1日,TSLS的词条冲上了热搜榜第一 有人爆料这次疑似偷税漏税的主角 标签是三个字的流量明星 有爆款剧的古装美男等 根据这些线索 网友们主要将其集中在任嘉伦 陈毅,白静廷,罗云西等人身上 一旦有爆料 粉丝绝对是第一时间打假的 这个瓜吃了一圈 最后发现都没有实锤 于是有人开始质疑爆料者是否也是为了流量在造谣 不过7月28日的确有流量塌房了 曝光者还是其战姐 这个偶像男明星叫做丁泽人 看过偶像练习生的网友对他应该是很熟悉的 在这个节目里 丁泽人的人设类似于有实力 但是滑猜不育那种 他的舞蹈能力很强 甚至可以排在偶像练习生前十位 加上他是乐华 旗下签约艺人 还有王一博的练习生 其关注度也相对会大一些 陈团业结束后 还有网友会为丁泽人没出道一难评 万万没想到他辜负了观众的喜欢 私生活混乱的丁泽人被战姐提醒后 不但没有悔改 还以自杀相要挟 除了私生活 在战姐曝光的聊天记录里 还有丁泽人嘴队友最前辈的话 他觉得快乐大饼的节目组 在耍他 捧王一博打压自己 另外丁泽人还放话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能干死王一博 如果说王一博和他还有所差距 那平时一起训练 一起参加节目的队友 总该关系好些吧 结果丁泽人还是在背后说人家闲话 他说公司有内定人选 疑似黄新纯 不让他跳舞 怕抢了黄明浩的风头 但是黄新纯就对黄明浩够不成威胁 诸如此类的迷惑操作 还有不爽碧文俊粉丝多 让苏醒专发自己的新歌 但自己不给人家转等等 丁泽人躺枪是实实在在的 毕竟他踏房的事 离蒙炭发预告才没过多久 除此之外 作为蒙炭床驻江碧的华晨宇 也是躺枪的一员 有网友指出 蒙炭这么多期 梧桐没少内涵华晨宇 不是问教育孩子的问题 就是copy名人小矮子 或者被闺女嫌弃的九剑仙 之前传出和孩子妈绯闻 几次大粉都是带头丝 全是不堪入目的话 然后发爽男公开孩子 去年又爆整容直发和嫂子 今年又是新嫂子 粉丝造谣孩子妈代孕 澄清了又说别人泄露孩子隐私 不澄清就说代孕 还说发声明就可以 当年小视频发了声明 依旧是被造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